欢迎收看用WordPress和Avada组网站系列教程 这节课和大家聊聊 没有许可证的Avada能不能用 功能是否受限 将来如何更新 先说一个前提 这节课所谈到的Avada原码 是从SIMOFOREST的上面下载的 只是没有许可证 因为有一些网上免费下载的 它是拆过包的 有可能修改过里面的文件 植入过广告后门什么的 这类的原码不在这节课讨论范围内 我用Avada主题有一段时间了 截止到目前使用情况来看 Avada主题并没有依靠许可证 或者是购买代码来限制Avada主题的功能 虽然Avada主题后台选项里面有一个注册 但是注册或者不注册 对使用来看没有影响 当然了 没有购买代码就不能注册 不注册 网站的前台并不会出现什么版权 水印广告之类的东西 不注册 网站速度也不会变慢 当然了如果设置不好 即使是注册了 Avada也会满 关于Avada主题的性能优化提速 请出门左转参考以前视频 如果没有购买代码 是不能向Avada团队提问提交公单的 也不能从SIMO Forest的上面下载最新的主题包 还有如果你是做外贸网站 面向国外的用户 建议还是购买一个许可证 SIMO Forest的上面是License 翻译成中文是许可证 我们购买之后会得到一个购买代码 里面是一串英文和数字 关于Avada的新版本如何来更新 看你现在用的主题是从哪来的 新版本的更新还是去那找 最好找那种圆包的 没有拆过封的 已经购买过教程的朋友 可以直接跟我要